接下来为您播出一线 这间老房子属于这个名叫高科厚的男人 原来的路在哪儿啊 你进来的路 那里的路在那个 里面是踩那个 在那都涨满草了是不是 他的家在重庆市河川区游桥乡 这间早已没有人居住的房子 是他二十多年前刚刚结婚生子时盖的 这是公园玩吗 这张呢 这张是哪个家里的什么家 生家福啊 斑驳不堪的老照片上 这张模糊的面孔是高科厚的儿子高健 不过这是一张十九年前的照片 死后的整整十九年高科厚没有再见到过儿子的身影 这也是高科厚的 这也是高科厚的 没通行 破旧的房子里还留着一些高健当年的衣物 但是每当看到这些东西高科厚就难掩心中的伤脱 十九年前在重庆打工的高科厚 回到家后 发现四岁的儿子神秘失踪 从那以后 寻找儿子成为了他生活的全部 然而 这件事情十九年来 没有任何进展 让高科厚想不到的是 有关他儿子的消息 这十九年来 一直深深的埋藏在了另外一个人的心里 而这些 也折磨得这个人 寝食难安 这个人会是谁 他和高科厚又是什么关系 高科厚的儿子 现在又在哪里 聚焦一线 直级现场 四岁男孩神秘失踪 十九年后 线索为何突然浮现 就像个紧叫那边 感觉好像是哭的那边 感觉啊的一声 即将揭开的真相 将把结局引向何方 无尽梦魇 一线栏目继续播出 这天中午十一点半 高科厚结束了早上的工作 就立刻往家里走 准备给孩子做饭 可打开大门 高科厚后却发现 儿子并没有像网餐那样 坐在院子里等他回家 难道孩子被妻子带走了吗 高科厚心里 隐隐放弃的意思不快 高科厚 高科厚怀疑妻子带走了孩子 并不是没有原因 高科厚在重庆打工时 劫持了妻子小苏 两人1988年结婚 1990年儿子高健出生 那段时间 这个小家庭 每天都洋溢着幸福感 孩子很懂事 那个时候只有四岁 他能给他爸爸吃饭 能在那个马路地上 吃财活 韩国煮饭那些 煮好了 他跳到厂门去了 拿韩国 他爸爸 他说饭好了 你很快 然后就跳起婚了 然而 让高科厚没有想到的是 美满的家庭生活 并没能维持多久 越痕便逐渐 残生 老婆 对我眼前十几岁 因为家庭平衡了 看他也受伤 受伤 标普 终于 两人的婚姻 走向了破裂 然后就他说他要孩子 啥都可以 不要就要孩子 他说他们家里面 就是那个女的主娘 于是 当看到孩子不见了以后 高科厚第一反应 就是孩子被前妻带走了 然而 这种想法 就让前妻一家人 感到非常生气 前妻娘家人激烈的态度 让高科厚的心里 不仅感到隐隐的恐惧 直到这一刻 他才意识到 儿子极有可能 是被人拐骗走了 让高科厚想不到的是 他的儿子高健 此刻已经出现在 一百多公里外的 越池县的一户人家里 在这里 几个男人 正在偷偷地密谋着一件事情 一个叫刘泰路的人 就给他们商量 说弄一个小孩 到福建去卖 说交给一个老板 说能卖多少多少 前一次好像是这种说 好像是这种说 说是这种说 交给人家 一次不就是卖了吗 我也不是纯吗 好像 这个人叫江守县 1994年8月4日那天 江守县 见到两个陌生男人 带着一个小男孩 找到了自己的亲戚 钟云武 商量着要把孩子 卖到福建去 然后钟云武就找到了他 让他参与这件事情 我跟他说饭 他说那你又不管吗 那你又不管什么 他就把我一个寒净部里面 把那个钱 我记得是说 两桌三十块钱给我 你怕着我吗 必须就在座是两天 两三天就回来了 你替我去 你不要管了吗 钟云武的话 让江守县感到了一丝恐惧 但是 想想自己眼下的处境 他知道自己 根本没有和钟云武 讨价还价的勇气 原来 江守县老家在安徽 当年 因为帮哥哥和别人打架 江守县不慎江人同死 赌钱 那个时候 年轻的时候 赌钱的时候 大家 结果把人家 拿个家的教训他 结果就死掉了 案发后 江守县匆忙逃离了老家 来到了千里之外的越石县 神父命案又寄人了一下 加上金钱的诱惑 几番犹豫后 江守县终于答应了钟云武的话 和两个陌生男人一起 带着这个看起来只有三四岁的男孩 去了福建 在福建 几个人原本以为 小男孩聪明可爱 应该很容易卖掉 但事情发展完全出乎他们意料 他们就找了另外的几家买家 都觉得这个小孩 有点年龄偏大 然后这个小孩也比较懂事 比较聪明 人家就不要 江守县等三人带着孩子 在福建待了好一阵子 始终都没有买家接手 又已身无分文 最后他们只好又返回重庆 此后江守县离开了越池 继续逃往奈地躲藏 直到2009年被警方抓获 回到安徽服刑 在监狱服刑的这些年里 表面看起来江守县还算平静 然而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总会被一个噩梦惊醒 就让他尽叫的那种感觉 好像哭的那种感觉 啊的一声 人呢一睡觉就要有一个 就好像有那点 好像电影来放片的那种快乐 好像要想想要想 想到那个可爱的男孩 江少先内心的负罪感越来越强 终于良知促使他 向监狱管教人员 检举了这件发生在19年前的案件 警方在接到江守县的检举信之后 高度重视 但问题是江守县在信里提供的信息非常猛 这个孩子是从哪里拐来的 名字叫什么 这些都没有 那江守县的检举内容到底是真是假 19年过去了 当时的很多线索都已经灰飞烟灭了 警方又该从哪里入手 去查找真相 键锁模糊不定 这个案子翻起来很困难的 十多年苦苦找寻 过去的夙愿能否得偿 无尽梦魇 一线继续不出 江守县检举的这些内容 到底是不是事实呢 粤池县公安局当即成立了专案组 对检举信的内容展开侦查 我们想到真案真必然是过去这么多年了 孩子不见了 他肯定家里人一定还在苦地寻找 我感觉到是一个非常好的奇迹 有一点点现实 必须把它回答 所以要组织局局的力量 江守县在检举信中提到 自己当年跑到四川越池的时候 最初躲藏在远房亲戚中云武家 而中家位于高生乡 一个叫中家沟的村子里 我们这里是有一个叫高生乡的 但是没有中家沟 排查高生乡 和附近资料查询 也没有一个叫中云武的这个人 不但如此 高生乡全乡姓钟的只有三个人 并且都与犯罪嫌疑人中云武的情况 不相符合 如果帮这个人找不到的话 这个案子办理起来 是很困难的 越池县信中的 和三十岁到六十岁 这个年龄条件的 所有的男性 就有七百多人 核查了全县 所有叫中云武的 一共有六个人 于是 白安民警迅速将这六个人的照片 打印出来 拿给江守县辨认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江守县的检举性有假 可是 从江守县的态度 和检举性的内在逻辑来看 又像是确有歧视 江守县他是安非人 我们本地的四川法的一些Q音 一些谐音 他翻译出来第一 翻译出来 有时候就是我们是很难查找的 所以其中坚决的 其中一些冠冲县的人 包括坚决提现出来的地名 都是相当模糊的 民警推测 江守县由于很难听懂四川方言 加上事情已经过去了近二十年 很可能记忆上出现了偏差 专案组决定双管齐下 两条政策出现 一个是青梁黑市 古达民和小牛的身份 另外都是查到消害的真实身份 民警又对当年的儿童失踪信息 进行了仔细复理 反复筛选 终于一条历史记录 从档案里被找了出来 重庆高兴区有个鞋台的派出所 当时2002年的时候 录入了一条失踪月行线 它叫失踪的底点 和武达民交代的底点 很相似 1994年的夏天 在距离越迟不远的 重庆高兴区石桥镇 的确曾发生过一起儿童失踪案 失踪儿童的体貌特征 跟江守县在信中描述的 十分相像 报案的男子正是高克厚 民警迅速感受重庆了解情况 高克厚失踪的儿子高健 极有可能就是江守县 在检举信上提到的那个孩子 这19年的时间 为了找儿子 高克厚已经付出了 全部的心卷和精力 应该今年还不到六十 应该五十几岁 但是看起来就像个快七十的脑腿 并且身体精神相当差 身体更不好 如今的高克厚 患上了帕金森综合症 丧失了劳动能力 寄宿在姐姐家里 右边抖得比较厉害 高克厚早已不住在当年 和妻子一起盖的房子里 虽然他紧挨着镇上的主干道 小高健曾在这里度过了数年 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如今野草已经长满了房间的石板路 为了找儿子 高克厚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这间房子里的每一件事物 都让高克厚联想到儿子 联想儿子带给自己的快乐时光 堵物伤情 或许这才是他不愿意住在老屋的原因 十二老公我都一直到处找的 你去了什么地方 在重庆市范围内 基本上那几个区 我都走过的地方都去找 这个是一个 跳宝贝 你跳过爸爸吗 跳宝贝有时间找孩子 高科后的身高不到一米五 但为了能在湖口的同时更方便找孩子 高科后干脆辞去了木匠的工作 在街头巷尾当起了骄夫 早了七八年 早了七八年 早到人能办到慢慢我们 都在家里都丢了个忙 我心里还都还是 没得起来 听到哪里 有儿都已经看 爱宝贝主乡网上我也找过 我也真怒过 包括这父子的人我也联系过 多年来 沉重的负担压在高科后的尖头 但也许能见到儿子的希望 支撑着他一直坚持下来 那么小高健和江守县检局悉尼的小男孩 到底是不是一个人 爱宝贝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但民警继续扩大排查范围 加大对检举信中 关键人物钟云武的寻找力度 会不会他把高山相提错了 宗家沟这一名 我们越去有那种保护力差 越实现有四个宗家沟的地方 民警在权限700多个年龄 30到60岁之间 信中的男子与宗家沟 这个地理条件交叉对比 数量就大大减少了 只有50多个符合条件的男子 发现这个名字里面有五次的人 有17个 这一个范围又缩小了一步 一语就是说靠近冲青方向里 就是我们越词开始冲青方向一个地面 因为他当时活动规矩就是说 他是往到冲青方向 进罗组这方面很贬接的一条路线 因为欺负像他刚好有个宗家 民警们将经过层层筛选符合条件的几名男子 再次拿给江守县辨认 再仔细看一下 这次江守县终于从中辨认出其中一个叫中小五的 正是他当年去投奔的那个远方兴起中云五 由于时隔已久 加上口音问题 江守县的记忆出现了偏差 当时变入出中小五以后 我们就到村上去了解了 中小五就是常年在外打工 一直不在家 也不知道去向 白岸民警了解到 中小五这几年都在外地打工 但在春节的时候一般都会在家 当时春节已尽 民警们决定设下埋伏张王以待 就是春节上班的第一天 就是这月初期 门后的重要线索 中小五已经飞到老家了 日不宜迟 白岸民警迅速行动 在村子里将中小五顺利抓获 中小五一把最近询问 他不玩意 他在那儿是喜欢的 他来招摸 他来招摸 这样我跟他一起 这样一边在一起 中国中小五 当年另外两位参与拐卖的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也得以确定 他们一个名叫吴大鸣 一个名叫刘泰路 吴大鸣长期生活在重庆 班安民警很快也确定了他的活动轨迹 过了几天 吴大鸣就被重庆警方 给刷好了 他拿鸣要和我 他就叫一和 只要拿鸣过去 他就拿钱 只剩下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 刘泰路了 当时小刘和他们是和住一个民房 弄成交 当时来还应该属于成交 这房子正好是三十三个门 一刀门出去 其中有一个叫刘泰路的 没办法的人 还是以前这种老照片 但是这老照片的贴册 他一下就指出了 就说这个人就是小刘 刘泰路现在身在何方呢 已经出去十几年 都一直从来没回过家 有村民反应 刘泰路曾经在新疆那边 在打工 当你今晚的学习下 将其扁人出来 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一个隐藏了十九年的谜团 终于要被解开 一九九四年的夏天 刘泰路 吴大明 江守县三个人 带着小高健去了福建 没有迈出去 于是又回到了重庆 但此时 小高健已经不在他们身边了 这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 警方还了解到 犯罪嫌人刘泰路和高克厚 曾经是邻居 那他为何 要对邻居家的孩子 下次毒手 财迷心窍 黑手身向隔壁人家 良心里面 为求自保 不择手段 无尽梦魇 一线 继续播出 据办案民警了解 犯罪嫌人刘泰路是重庆良平人 一九九四年 他来到重庆市区做废品回收生意 跟吴大明共事 而刘泰路当时租住的房子 就在高克厚家的隔壁 刘泰路说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从一个朋友那得知 福建的很多地区 一直有多子多福的迷信说法 把男孩带到那边很容易出手 能够轻轻松松赚很多钱 想到自己捉襟见肘的收入状况 犹太路把目光投向了 缺乏看管的小高建 高克上班去 去上班的话 那个高建 他一直就一个人在家里 无人找看 就是一个人在家里玩耍 我就说这是他们一个好的机会 想到一个人把孩子管管到福建 还是很有难度 犹太路决定 再找一些人来做帮手 这样还可以分担一些风险 他还给我打一个钱 我都跟我打个面上来 我都拉个拉个 还带个网 都拉着钱 听说卖一个孩子能赚五六千元 财民心强的吴大明 很快答应入伙 当时在九四年 当时在九四年案发的时候 在五六千块钱对于一个打工的来说 那是他一到两年的工资 很有人 是一个暴力 随后 刘太路和吴大明又找到了家住月池的钟晓五 几个人一拍即合 商量妥当后 随即便展开了行动 1994年8月4日上午 高科后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班 他没想到 这是他跟儿子见的最后一面 听说是要去找爸爸 高剑没有任何防备 跟着就去了 最后刘太路带着高剑坐上了通往悦池的班车 吴大明在悦池接应 将高剑送到了钟晓五的家里 为了避免高科后的怀疑 刘太路随即又返回了重新的住处 我想到了 他头集团是问过我的 孩子要吃什么东西 听不听话 活不关 几天后 看到高科后并没有怀疑到自己 河太路又赶往悦池 从吴大明江手县一起 带着小高剑踏上了赶往福建的旅车 当三名犯罪嫌疑人来到当年在福建落脚的地方 过往的一幕幕涌入他们的脑海 要钱我给你家里面说 想个办法来给你上交财嘛 看着啊 我们都不想 赶着钱 来吧 嗯 来 准备 准备 这个有没有电话 这个有没有电话 你的那个其他的 你看看其他的人 当时都等出来几天 该经历了个王八姨子 我大名叫她叫爸 他一直路上那个人的家 高剑这么乖巧可爱 三人以为很快就能出手 可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 因为当时小高剑已经四岁了 能够清晰地说出父母的姓名 和家庭住址 这让所有的买家都担心 他会偷偷跑回家 都不敢买这个孩子 犹台路等三人在福建 待了很多天 事情也没有进展 路费早已花光 连吃的都没有钱买了 三个人正好沿着铁轨 开始往回走 都觉得铁路边 好像跟人说碰到在农村一点了 我们可以有人要 突然给你一个赵王八 你几个人带个赵王八 你也不会要 当时我们是走过车站 那方便上来去 你没走到汤上去 你记得你上铁路的时候 是几个轨道吗 上面有几个轨道吗 十九年前 就是在这条铁路上 犹太禄等三人带着小高剑往重庆走 三人越发觉得带着孩子是个负担 有人提出干脆把孩子扔在福建算了 我说丢在这个山下都没有深夜 你丢在哪呢 大家都在为难的时候 江守县提出 可以让犹太禄和吴大明先走 由他自己带着这个孩子回重庆 当时我是怎么想的 带着个小娃娃就是身上没有钱了 好像到哪里说一句难听话 吃饭还不成问题 我这种想 好像是要饭都可以的 因为我带着个小孩 看到江守县提出要单独带着孩子 犹太禄和吴大明起初并没有反对 他们抛下了江守县和孩子 沿着铁路向前走了 可走了一会儿 两个人突然转身又走了回来 一开始回来的时候 那个颜色我就看一个脸就不得了 所以隐称到了 我说你不能带了吗 这个小娃娃的爸爸了吗 认识我 刘太禄提出孩子是他拐出来的 小孩的父亲认识他 如果孩子回到父亲身边 他拐卖孩子的事情就会被发现 看着两张阴沉的脸 江守县只好再次把孩子交给了他们 眼看着刘太禄和吴大明 带着孩子消失在了黑夜当中 江守县说 他突然有了一种不想的感 当时那个小娃娃就叫了一下 就这样啊那一声 好像是哭的那种感觉 就哭了那一下子 我当时那个头就一下子 都竖起来了感觉 这个醒 只是我说那个醒感觉 那就好像是 也落不上去了 也下过来了那种感觉 在过了大概不到十分钟的时候 也不见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回来 就是他就赶快去看 赶快去的时候 两名犯罪嫌疑人和小孩都不见了 你说的对小孩是在什么情况对的 那就是这个铁楼 铁楼小 那这个铁楼小 十九年后 在三名犯罪嫌疑人的带领下 仅仅来到了当年小高健消失的地方 这就是犯罪嫌疑人 当天走过的铁楼 十九年前的那个漆黑的月夜 犹财路和吴大明觉得 如果小高健活在世上 他们迟早会被绳之以法 于是他们腾出了随针携带的背包 把小高健骗到了背包里 然后把背包里装了几块石头 然后拉上背包的拉链 就这样 他们又在背包里装了几块石头 然后拉上背包的拉链 当三名犯罪嫌疑人 再次来到当年 犯下冷却醉形的地方 天空飘起萌萌细雨 就是这个墙 就是什么 深一点 天路的 天路的 你在左边吧 我们下来哪 铁楼桥下就是福建的米江 下面都是河团吧 下面 下面以前是这种河团 这河团 这河团都是水 都是水 水都漠掉了 在现场 我们能看到 仅仅是铁路桥的高度 就有十几米 据当地村民主义 十九年前的八月份 米江的水 水量很大 水流湍急 我都不愿意去 构想这样的地方 因为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 孩子是家长的手足保 心头热 孩子的失去 遇过在整个家庭的父亲 我正常见做梦 做梦的孩子 梦境他就是在梦中里喊我 不像小时候一样 一跑一跑都跑到面前来 就这种幻想 所以在 现在 现在回想有些时候 想想想想的 看到你这个孩子 碰到很麻烦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感觉有没有啥子 就会犯了 如果偷玩肯定就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了 没有这种事情了 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这娃娃放学回来晚一点 我都害怕拿一根 我的娃娃带就跑了 我又想起那个事 确实很苦 心里还是感到很久 害怕 因为毕竟是一条生命 本来我们三个人把它解决 就是不应该让他解决 每一个看过的人都非常心痛 几名犯罪嫌疑人 在将孩子扔下大桥的时候 也将他们的良心 抛下了无比身为 近年来 公安部连续开展了 打击拐卖儿童的专项行动 也遏制了此类案件的蔓延 同时 也在全国范围内 建立了失踪儿童的 快速查找 快速反应的机制 为的 正是避免这样的悲剧 再次上了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成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